这道菜衣就是好味道吗 对 三文鱼洋葱卷 三文鱼洋葱卷 我再一看台本的时候呢 它不叫三文鱼洋葱卷 是叫那个鲑鱼 关于鲑鱼洋葱卷 我在想鲑鱼是什么鱼 鲑鱼就是三文鱼吗 对 这边的俗称是三文鱼 我们在台湾是叫鲑鱼 就是说它不同地域会有不同的叫吧 对 没错 但是同样的品种 就像那个金枪鱼吧 金枪鱼在那边叫什么 叫鲑鱼 不一样的 是吧 我们这边三文鱼选择什么部位 来做今天的这道沙拉菜 我先选择在尾巴这一半部位 尾巴 对 它油不是那么多 所以我搭配洋葱起来 它口感会脆 然后这油不会那么多 刚刚好 这边用尾巴的部位 三文鱼我们知道 如果是吃刺身油最好的部位 就是它肚子的位置 没错 是吧 那它背部的位置会有什么样的特点 背部它的肉质比较多 肉多 对 肉很多 油脂边部没有像腹部那么多 就是说油最多的是肚子 其次是背部 那油现在应该少一点 就是尾部的位置了 是吧 那可见这个尾部它是 它是承载着整个鱼 它这个运动的一个状态 你看它一直在摆动 所以说它没法囤积脂肪 我们把它切成薄片就可以了 OK 我们一般做这个三文鱼的时候 会想到薄厚 会有一些思考 对 那要看你怎么吃 如果像我这种做凉拌菜 跟配洋葱的话 我会切薄片 我会切薄片的 你会切薄片 那什么时候会切厚的呢 厚的的话我会在单吃的时候 就是直接刺身 就是做刺身鱼生的时候 我们会用厚片 直接用厚片 这边这一道洋葱 我发现你好像是有之前给它冰过 对 没错 冰它有冰多久 冰镇过到15分至20分钟 15分钟到20分钟 它都变成透明了 那还蛮久的 而且你看你这个切的就像一个羽毛一样 那么那么的薄 其实它是冰镇过 它就把它里面的腥味 还有它的辣味去除掉 你这次说现在它并不是很辣 对 是反而会甜 洋葱要甜味 发甜一点点 对对对 真的水 而且我们知道就是 如果说你在切洋葱的时候 你的手旁边放一盆水的话 你会防止它让你眼泪横飞 对 OK 来一点 对 我卷了三卷 大厨切洋葱 有没有一些什么自己的小窍门 防止它自己让自己流眼泪 我切洋葱 我都会把整颗洋葱去皮之后 然后整个洋葱丢到水里面先泡 你要先给洋葱洗个澡 对对对 那味道就不会那么呛 那你又是热水泡还是凉水泡 凉水凉水 一般的涩水就可以了 那你要泡它多久才能够把它 比如说我要做那个切洋葱之前 前置的座位在20分钟 我都要丢到水槽里面 20分钟 对 20分钟泡足 泡20分钟就可以了 还成 还成 今天我发现咱用的是这种 属于是黄皮那种洋葱 透明的那种洋葱 透明的 颜色会更好 它看起来就搭配起来都很亮亮 亮丽 没错没错 真的很帅啊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这个橘黄色的三文鱼 里面卷的一条又一条的洋葱 显得是闪闪发光的样子 蝴蝶底 好 这一道这时候我们要撒一点这个白芝麻 对 这一道它主要的味道来源是靠一会儿的酱汁 嗯 这是用那个柚子的 柚子粉 嗯 柚子粉然后呢 柚子粉龙口酱油跟一些味醂 加点甘奶油 很棒 这一道呢我们乍一看有点像 我们平时的时候呢吃的这种小的寿司 但里面的饭团呢变成了今天我们的洋葱条 我觉得吃起来它会是有种很很复合的感觉 就外面软软的然后滑滑的 里面是脆的 里面一下子脆住了 哇 然后你在嚼它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特别的油 因为有洋葱帮你解腻 当然你别忘了做这道三文鱼的时候呢 是一定要用尾巴的部位 肚子的位置太油了 嗯 好了